好 第一章呢 我们主要 同学们有看到老师的slide吗 有哈 OK 好 谢谢 好 我们再来看 第一章呢 我们现在要认识地球了 OK 所以地球中 八大行星 OK 里面呢 就是地球就排第三个了 它的距离适中 有水 有大气 我身体的温度等等 所以地球上呢 最适合人类生物居住生存了 然后呢 我们呢 所以这个图呢 主要是告诉我们 以前的人呢 总觉得地球 就是客厅空间 后来因为麦哲伦 麦哲伦发现了 他就 当时认为地球呢 是球体的 所以他就航海一舟了 结果证明了 地球真的是球体的了 好 地球 这是一个球体 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到呢 地球的左右呢 OK 它的直径会比较长 它是637吧 然后呢 它的南北会比较短一点点 6357吧 所以呢 它不是很完全的一个圆 我们说它这个球体 然后 然后 OK 好 地球有三个圈层 所以你看呢 就外面 地壳 然后呢 里面这个地盒 sorry地慢 OK 然后最里面的个是地盒 地盒有个外盒 跟内盒 三个圈层 然后呢 那么在这个地壳当中呢 它是三层的 最宝的一层 它是我们呢 我们所看到的咯 琥珀啊 山脉啊 各种各样的原石啊 陆地等等这些 OK 对 当然陆地呢 跟海洋比呢 当然 那个厚度不均 简单来说 就是陆地厚度比较高 海洋比较 就是没有 就是比较薄一点 跟陆地相比 那么地慢层 就是中间这一层 看起来长得很像 7层 地慢层呢 就是凭什么 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只有在火山 喷发的时候 喷出来的那个岩浆 有没有 这个岩浆 就是从我们地慢层 喷出来 就是地慢层里面 因为里面温度很高 2000多到3000度 所以里面任何东西 都已经融化成 那个液体状了 所以它是地球的 最主要的成分 主体部分 大概80% 整个地球的80% 都在地慢层里面 所以它是属于岩浆 然后最里面呢 就是地核 地核刚刚才讲过 它有分外面的外核 就里面这个 红红的表红 那个是内核 好 所以这个地核呢 温度大概5000度 外核呢 也是炙热的液体的 那么内核呢 就是由金属 很特别的 金属的铁跟内组成 所以这是地核中的内核 好 这是地球铁 想你们知道了 然后地球铁 我们看地球铁 或者地球上 有很多的 横线跟尾线 横线跟紫线 横的我们就 那些横的线呢 叫尾线 树的线 我们就叫金线 所以金尾线的用处呢 就是告诉我们 某地方的位置 可以很准确地告诉我们 某个国家 某个城市 它在哪个位置 用那个度数 用金纬度来 准确地 让大家知道了 好 接下来呢 在哪里 好 所以讲到赤道 赤道呢 就是地球的 中间那条线 它是零度的 所以我们赤道以北 我们叫北半球 以南叫南半球 当然最北的 那个是90度 N 北级90度 或者最南的是南位 90度或者90度 S 好 所以我们的地球上 每一条都隐线 OK 隐线你发现 中间是最长的 最胖的 中间是赤道是最胖的 然后呢 慢慢的往北 慢慢的越来上面呢 它就越来越苗条 越来越小了 叫到90度 只剩下一个点而已 所以同样的 往南半球看呢 它也是中间最胖的 最长的 慢慢的 它的距离 它的长度 慢慢的缩短了 缩短缩短 到底下呢 就是90度 这个点 所以 尾线呢 是 它是依着不同的 那个尾度呢 它逐渐的 两个 从四道 往南北 两斤呢 是逐渐的缩短 所以这是尾度的特点 它跟金 这是尾线的特点 它跟金线是不同 OK 讲到尾线 同学们 要记得 我们地球上有五条尾线 好 所以地球呢 地球的中间 就是赤道 你们从赤道际起 然后赤道呢 北半球有两条 一个叫北河飞线 你们除了记得 它叫北河飞线 要知道 它是23.5度N 然后呢 同样的 北极圈 66.5度N 另外呢 南半球就有 南河飞线 23.5度S 然后南极圈 26.5度S 所以你 不管是它的尾线的名称 还是尾度 你们都要 都要知道 都要知道 好 既然到赤道纪念碑 可能你们有同学讲 赤道 到底地球上赤道在哪里 我能够看到赤道呢 可以啊 你们可以去南美洲 这个 二瓜波 一个城市 叫基多 这个城市 就有个赤道 纪念碑 OK 这条线就是地球上的赤道 所以这边呢 是有看到L 这边是北半球 这边呢 就是南半球 OK 你可以同时 一直脚在北半球 一直脚在南半球 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就是 金度跟金线 金线也叫直五线 也叫直五线 所以每一条的金线呢 都有特定的 金度特定的号码了 所以你看 比如说这是零度的话 这边呢 就是东半球 E要多少度 E 这边是西半球 多少度 W了 我们这个叫东金 这个叫西金 还有这个有两条 对老师要讲一下 这个金线呢 金线跟尾线不一样 我们再考一圈 刚好就讲的 尾线是中间最长 往北 或者往南越来越短 对不对 那么金线就不是了 金线是每一条都一样长的 不管你这边 OK 这边 总之不管哪一个维度 不管哪一个 哪一个 不管是东还是西 总之每一条金线的长度 都是从北 都是从北极 这个这一点 到南极 到90度S一点 所以每一条金线的长度 都是一样长的 都是一样长的 这个跟维度 是维线是不一样的 好 讲到这个 金线有两条 你们要注意了 一个是零度金线 也叫本初之五线 他刚好经过英国的零顿这个地方 这个是本初之五线 另外一个呢 是叫做国际日期变更线 它是在180度金线 180度金线 国际日期变更线 那么呢 这个就讲日期变更线 这是我们时间的日期的快 慢一天的 然后以这个的决定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得出来 东半球这边 快一天 西半球卖一天 就是因为这个国际日期变更线 它就是在180度金线 好 另外一条线也很重要 这个呢 20度W和160度E呢 是干嘛的呢 区分东西半球的 这个是区分东西半球的 好 你看我们就有20跟160 记得 所以这一边 有没有看到 这一边 所以20跟160 这一项呢 叫东半球 那么这一项 北美跟南美 这一项呢 叫西半球 好 叫西半球 好 这个 这个是格林位置 来讲 本处子五线 经过的地方 这里就有格林位置 天文台 这一条线 有没有 就是地球上的 那个 本处子五线 零度金线 然后这下呢 地球对印度 有自转 自转的特点呢 就是西到东 OK 就是从西到东 一直不停的转 当然自转 就是绕着地轴 我们想象 地球中间 有一个地 有一条地轴 他这样转一圈 就是一天 二只小时 那么呢 面向太阳 就是白天 背向呢 就是夜晚 所以地球不停的 自转 一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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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有白天黑夜 白天黑夜了 有昼夜交替的现象 就是地球的自转 那么公转呢 就是绕着太阳 转动的 然后就太阳转动 同样的 它的方向也是 西到东 看到没有 一直一直同样的 不管自转 东转 公转都好 都是西到东 西到东啊 当然自转 它的范围比较大 它的范围比较大 所以公转一圈呢 是三百六十 就是一年 三百六十五 或者三百六十六 这样 所以就是转一圈 所以就是因为 太阳公转的时候呢 太阳自转 它本身是倾斜的 当然它的公转 也是倾斜 因为这样呢 所以参与太阳照射角度的不同 所以形成了所谓的春夏秋冬的四季 就出现了所谓的四季的状况 所以这是公转的特点 好 这个很重要 这个 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 这个我相信你们应该没问题吧 好 所以这个记得 在三月 三月份呢 三月二十一号时候呢 是这个 这个是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三月跟六月呢 所以这两边的位置呢 当地球转到这个位置 跟这个位置 刚好就是三月 六月 太阳光照射地球上的 赤道 OK 照射地球上的赤道 看到吗 所以我们到现在都以北半球来看 北半球这时候呢 是春 OK 如果春季的话 太阳的照射 太阳的 昼夜呢 情况都是一样的 OK 十二小时 白天十二小时 黑夜十二小时 好 然后呢 这里是春 那么转到这边呢 就夏天了 OK 北半球就下了 为什么会是下 因为你看 你看这个图 太阳光要照射过来 它主要你看这里 北半球跟南半球 北半球 觉得太阳光热比较多 所以因此北半球呢 在这时候呢 是夏天 所以这时候开始呢 就是六月二十二号开始 北半球这一带 我将它就进入了夏天 太阳光照射 这条纹线叫做北回纹线了 所以北半球是昼长夜 转入至夏天 好 六月七月八月到九月二十三号 到了这个位置 所以太阳光又照射吃到了 那我讲它照射吃到了 那么呢 又是昼夜等仓了 白天十二小时 黑夜十二小时了 所以这时候就是秋 OK 这时候就是秋了 这时候就是秋季了 然后九月 十月十一到十二月二十二号 地球转到这里来的时候呢 太阳光照射 南部比较多了 你看北半球呢 就光热比较少了 所以这时候北半球就进入了 冬天 北半球就进入了冬天 所以南半球是夏天 所以因此年尾 如果我们出门玩的话 你去南半球的国家 澳洲 纽西兰等等 你就要带夏天的衣服了 OK 我们不用带冬天而已 但是如果你是去 中国啦 台湾啊 韩国啊 或者美国 加拿大这些地方的话 你要带比较厚的衣服 那时候 他们北半球是冬天了 好 所以这个你们要会 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 然后老师发现到 那时候很常都会 都会出 这些什么 对 当然 如果说 因为我们刚才讲 北半球是春 夏 秋 冬 南半球就相反了 如果这时候 如果是在三月份 北半球是春 那么南半球就是秋 这样咯 所以这时候北半球 如果是夏 那南半球就是冬 相反了 然后呢 上面如果这是秋 底下就是春 北半球是春 北半球是冬 南半球就是夏 对 南北是相反 这样记就好了 好 这是春 夏 秋 冬 没有什么 OK 好 我们很快了 我们来看第二课 好 谢谢观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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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地与海洋 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第一场陆地与海洋 看了一下海洋面积真的是大过陆地 大过陆地 好,所以准备来讲,海洋面积比较大 七分海洋,三分陆地,71比29 好,所以这里你们有书上有提到 几个陆地的面积比较最大的就是亚洲大陆 这是亚洲跟欧洲主义的亚洲大陆 陆地上面,最大的大陆 然后陆地,亚洲大陆 然后呢,这个不管它 然后最大的岛屿呢,这个上面 Grenland,格里兰岛,看到这块 Grenland,格里兰岛 然后最大的半岛,咱们有点像袜子 这个是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半岛,在这边 然后呢,最大的群岛,就是我们这一代 马来群岛,有印尼,菲律宾 我们那里是马来西亚,等等 泰国,新加坡这个地方 所以马来群岛,这边 然后呢,我们的有七大洲 所以按大小顺序排列 然后呢这里我们也看得出 如果是北半球来看的话 海洋大过陆地 南半球海洋面积 看起来很明显的更大了 如果哪陆地相比呢 当然还是北半球陆地面积 比较大了 海洋的话 当然是南半球的面积 比较大 我们可以这样看 总的来讲 海洋面积真的是非常的大 在其他州当中呢 跟我们比较有关系 就是亚洲了 所以亚洲你们记得 亚洲呢 它的地形呢比较特别 你看从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 亚洲地形呢 比较不单一了 它不止平原 你看 它不止绿色的 它有所谓的褐色 它有比较浅褐色 跟深褐色 所以亚洲地形呢 是最复杂的 高高低低起伏 也很大的了 有高山 有平原 有盆地 有山丘等等 可是 它的地形是最复杂的 好 讲到山地呢 当然 众多山地当中呢 什么叫山地呢 就是高度至少 离开海平面 要500m或以上 所谓的 包括了高山 高原处理 如果高度超过500m 都称为高山 讲到高山呢 当然 我们第一个呢 先讲到 朱莫朗玛峰 Mal Everest OK 朱莫朗玛峰 朱莫朗玛峰在哪里呢 好 你看这个世界地图 它就在位于 喜马拉雅山脉 这一区 我们把这一区放大 你看 这整个 就是 喜马拉雅山脉的一部分 在众多的 高山 山脉当中呢 有一个最高的点 这个就是 朱莫朗玛峰 这个就是朱莫朗玛峰 这里有很多高山 但是它是最高的 八千八百 五十 还是四十八 八八四八 还是八八五零左右 大概这样 朱莫朗玛峰在这边 然后呢 它的附近呢 这里等下会提到 青藏高原 它的就 就在这边 青藏高原在这边 他们都是 同一区 都是在这个位置的 好 高原 学刚才讲 讲到 这个世界物资 青藏高原 OK 它就 也就是在 这一个 这一区的 所以高原就是 旁边陡峭 OK 旁边 像这样的 旁边很陡峭 很斜 然后上面呢 一则 大片的 比较平 比较宽 广阔的一个 高地了 秋林 小山丘 小山丘 盆地呢 就好像一个洗碗盆 或洗手盆地 你看它中间凹进去的 OK 这就是这个盆地 著名的盆地呢 是非洲 刚果盆地 在那里了 非洲 这个青色这一块 你看到吗 它就是一个盆地地形 中间凹 周围一样 所以刚果盆地呢 它的气候 景观就跟我们马来西亚一模一样的 它是水 赤道行丘 所以它的动植物呢 就跟我们这里是一样的 然后平原 然后平原呢 这里呢 这里讲到亚马逊平原 亚马逊 对 主要是 亚马逊呢 它的气候呢 也是跟我们一样的 也是赤道行丘的 所谓的平原就是比较低 你看海平面大概50米 或以下 整片地呢 地是低平 一般上都是拿来耕种的 因为平地嘛 一定有 一定有 那个河流的下 河流游过 有河流下游 土地肥沃 河谷地区 一般上都是土地肥沃 适合耕种的 然后这是平原 海跟羊 当然羊比较大了 羊有四大羊 太平洋 地球是球体嘛 所以这两个太平洋 再来这个是太平洋 印度洋 印度比较印度洋 然后大西亚 上面是北定洋 四大羊 最大当然是太平洋 最小的是北定洋 海底地形 海底地形呢 其实跟我们陆地上一样的 起伏 高低起伏都不同 各有各的了 其中呢 你看这个是海 海的地形 就是陆地 然后慢慢的下来 这个算是大陆盆 这个算是大陆盆 有些陆地 如果我告诉水面 那是我们看到所谓的岛屿 所谓的岛屿 然后慢慢的下来了 然后就是大陆斜坡 慢慢下来 OK 底下有些地方很深的 那个叫海沟 比如上 等下我讲到 世界上最深的海沟 马里安娜 就在这边 在太平洋这一带 最深海沟 这个深度呢 比珠穆朗玛峰还要更深 它一万多 11022米特 珠穆朗玛峰才8800多米特 这个是一万多 它更深 在这边 海沟上来过后呢 整个大洋平地了 当然海洋底下 还有一些火山啊 等等的地形啊 所以海洋地形跟陆地地形一样的 复杂就一样了 OK好 所以这是第二课 地形的等高线图 怎样看分辨 OK好 等一下有时间我们来看 好 我们现在进入第三课 移动到大路 我们的平时 近十多年了 我们的常听到地震啊 火山啊 等等这些 OK都是跟板块有关系了 所以这些大自然的一些灾害的发生呢 都是跟板块有关 所以板块我们必须了解板块 好 这个我们就飘过了 所以讲到板块呢 当然记得这个人 阿里格纳 他指出的大陆飘移写说 OK 他觉得大陆呢 会在都在飘移的 就是因为大陆飘移呢 然后才形成了今天的板块 够到解说了 所以板块之中呢 我们有这 几大板块 这个你们要注意一下 对不对 这些 很常呢 可能就去问你们 什么某某火山啊 某某山脉啊 这形成是为什么 所以我们记得这是亚欧板块 然后这一块呢 你看这里有非洲嘛 非洲板块咯 然后这边是印度洋嘛 然后是印度洋板块咯 然后这整个是太平洋 所以这太平洋板块 这整个叫美洲嘛 然后北美南美 不是美洲 所以这个叫美洲板块 所以我们主要有这六大板块 OK 所以记得板块跟板块 就是青蛇的地方 这就是所谓的板块交界处 板块交界处呢 就是地壳距薄落的地方 你想看这个立 你看哪个箭头 你看哪个箭头 一个这边往下压 一个往上压 两边这样挤压 你把你们的书这样 往里面压 你发现你的书 整个中间拖起来嘛 所以刚才讲的 喜马拉雅山脉 或者珠穆朗马峰等等 为什么会形成在这边 就是因为两大板块 变成今天的高耸的高原 山脉等等这些地形 所以这个板块是非常有密切关系了 红点的是火山 红点的是火山 所以地震跟火山都差不多在同个地方 都是在板块跟板块交界的地方 就是这个青色的地方 好 为什么板块会飘移呢 可能有没有心想 这个板块为什么会动 这样奇怪的 干嘛会动 就是因为刚才我们前面第一课讲的 因为我们地板层是火山里面的岩浆 是这滚动之后的岩浆 就比如我们煮水 煮开水 我们煮烧水的时候 你在煮水 水一直滚 一直滚着滚 它的热 那个水一直上 上下 上下 一直滚动嘛 同样的 我们的地板当中的 那个岩浆一直在滚动 所以这会滚动 你看没有 它一直上下 上下 上下 对流作用嘛 然后就产生了一股的力 所以这个股的力 它就会拉板块 慢慢分离 或者会把板块往内压 或者往外拉伸 就产生了一股力了 所以板块会飘移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刚才讲的 板块飘移或者积压 特别是积压 刚才讲的山脉就是这样形成的 压力作用 所以你看 力往内两边积压 就形成了今天的三 如果脏力呢 如果力是往外 一个往左往右拉 拉扯 好像你把书本 一一往一样 跟环下不同拉 最后年书一定 一定破掉嘛 OK 一定破掉了 同样地形也是这样 你可以拉 张力了 整个凹上去了 就积水被人的湖泊 所以山脉湖泊都形成了等等 这些都是跟板块有 密切关系了 好 好 折取山脉 OK 折取山脉就该讲了 历史往内压 形成今天的折取山脉 像喜马拉雅山脉啊 阿尔卑斯山脉 那个什么 洛基山脉 还有这个 还有个什么 突然就想不解叫什么了 好 这是板块的 吉亚了 好 四大 四大山脉了 喜马拉雅 阿尔卑斯 安帝斯 跟洛基 好 所以这是世界四大 比较近代形成的山脉 你们已经没有学 那些比较古老的山脉 那个你们不管它了 你们只要知道 这四大山脉 他们都是因为 板块的击压而形成了 所以记得他们的位置 北美洲 南美洲 欧洲 亚洲 其中 最高的 当然是在这个 喜马拉雅山脉上 所以这里就讲到 题目里 书本上就有问一个题目了 为什么 喜马拉雅山脉上 会发现到海洋生物的化石呢 它已经明明是 生长在海底下的 为什么跑到山脉上面去呢 当然就是因为 刚才讲的板块的击压 曾经那个地方 就对我刚才讲的 这叫喜马拉雅山脉 这个地方 曾经它不是山脉 它以前是在海底下的 它是在海底下的 因为造山运动 因为板块的击压 把这个陆地呢 给挤压 伸出水面了 并且变成今天的 高耸的山脉 所以才会有 海洋是 沃洛化石 在这么高的 山峰上 海沟 我刚才讲的 线山最深的海沟 玛利安娜海沟 就这样 玛利安娜海沟 一个非常深的地方 断层山 断层山主要是 它可以是 它的压力 像这个图 你可以是怎样 所以它的力呢 是这样 一个往上往下 拉扯 中间断掉了 这个陷下去了 或者你挤压 过了头 挤压过了头 一边也同样的 这边断裂掉了 中间就陷下去了 所以就形成了 断层山 然后断层下去一点 这样的感觉 代表呢 就有 那个德国的黑森林 Black Forest 为什么叫Black Forest 因为这个森林太茂密了 你远看 黑漆漆的一片 所以就加黑森林 还有法国的Forex 所以这些都是 断层山的 就是它其中一部分 就像这样 它断掉了 然后往下滑 断掉了 然后裂谷呢 代表就是 东飞大裂谷了 所以主要也是 往外拉 就往左往右拉扯 然后就断裂掉了 比如东飞大裂谷呢 就是 刚才讲过的 一渡洋板块 跟 灰洲板块 两个拉扯 中间坍塌陷下去了 形成一个 又长又深的一个裂谷 然后东飞大裂谷 这个是怎么样 最长的裂谷 讲到三地资源呢 当然我们要知道 这个国家 瑞士 它的风景 非常的优美 非常的 漂亮 所以 它是在欧洲 这一部分 这是瑞士 它周围 它是一个三地国 周围被山脉包围着了 靠旅游业 还有漂亮的 那个 湖光山色 天然的冰雪美景 清洁空气等等 这些了 OK 好 所以 这个是 简单的说明 好 这下我们看 第四课 第四课呢 是跟 地震 有关系了 好 好 地震 天崩地裂 地震 就是 当然地震 其实每年都 常常发生 只是 我们很常会听到呢 地震就是水 比较大 比较大地震 有些地震是很轻微 我们没什么感觉的了 刚才讲过 地震的发生呢 就是在个 这个青色的地方了 板块跟板块的交接处 因为板块的挤压 或者拉扯之间呢 地面产生了震动 被它产生了震动 我们就所谓地震 所谓地震 所以最常发生地震呢 就是 我们的灵国 我们周围的 好像在亚洲的了 印尼就开进我们了 然后日白不远 一些 但是它也很常有地震 中国也有啊 台湾啊 这些国家都有 都其实都有 所以地震带呢 有两大啊 最大的呢 这是在太平洋周围 就叫黄太平洋地震带 这是地大的啊 就整个全部都绕绕绕过去 然后另外一个呢 在地中海 然后地中海延伸过来 喜马拉雅这一区啊 好 这是第二大的啊 第二大地震带 两大地震带啊 好 所以刚才讲哈 日本跟英语是最多的了 好 地震呢 刚才讲 不同程度的 然后水就跟你们 各本上都有了 所以有些呢 很多时候呢 是三点 我们用地震呢 它的单位 unit是用里四 多少里四地震啊 如果三点五以下呢 那是很轻微的 所以地震也感觉到 我们没什么感觉了 但是三点五开始呢 就会有不同程度的感受了 好 这个你们自己看了 所以讲到日本的地震啊 所以这个其他 你们自己看了哈 日本地震啊 印尼的地震 印尼的地震 然后呢 其中呢 印尼最严重的就是 在2011年是吗 然后那个亚齐海啸 亚齐海啸的数严重了 好 地震带来的危害 相信你们应该也知道了哈 所以这个老师就不讲了哈 这个也没问题 好 这个呢 如何减轻地震的损失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了 老师发现这几年的历切考题 之前呢 很常出 OK 这几年后面这几年 我不晓得会不会出了哈 所以我们就 至少要懂哈 所以只要预防地震 现在比罗马来西亚 我们也有地震啊 当然是在沙巴了哈 在沙巴 我们沙巴 这里也还 老师也说话语 我也没有遇过了哈 是在沙巴 哈 所以要讲预防地震呢 分析就记录了哈 估计猜想地震 几时再来 stand by哈 然后改善地震警报器咯 快速地传播地震的 那个资讯哈 把讯息传开来 告诉更多人 要预防哈 要怎样啊 准备 然后呢 建筑物方面呢 特别是在建高楼大厦 这时候呢 一定要有防证措施了哈 要有地震演习 像那些台湾啊 日本这些国家 常年有地震的 他们小孩子小小呢 都被trend了哈 怎样啊 地震发生时 要怎样自保 怎样求生哈 这一方面 可能我们这边就比较输了 因为我们 没有这种文化哈 还有呢 改善地震后的救援工作 对啊 就是地震发生时 要尽快的 要怎样解救那些生还者 等等这些了哈 然后地震什么 该做不该做 这是另外的哈 这是海啸的发生 所以海啸呢 就是海底发生地震 当然海啸呢 除了海底发生地震呢 当然也会有 海底火山爆发 当然这个情况 可能很特别了 那爆发威力要够强的 才会有海啸 或者海购斜波坦塌 OK 海购斜波呢 该讲就是讲过那海购 那个海的整个斜波呢 奔下来 它在海底奔下来 它会引发 淘天巨浪 或者很强的风 引起那个巨浪 也会引发海啸 不过说话这些都好像比较少 大多数呢 都是海底发生地震的情况 比较多 OK 所以这个是海啸 好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颗 第五颗 第五颗是火山 好火山 所以火山 就红点就是火山 红点就是火山 也就是在板块交界处的了 所以主要火山 就是因为火山 什么所谓的香槟 你在那边一直摇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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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你突然把口一打开 让它有那个 那个缝让它那个气喷出去 它就往外冲 它会喷 火山也是一样的 它在里面高温高压下 它经过百多两百年的 高温高压下 只要哪里有裂缝 哪里让它能够冲 它就往外出 一旦有口给它冲 它整个就喷 喷出去了 所以火山就可以喷发了 就是这样 所以火山带呢 主要有 最大的也是在这个太平洋周围了 最正火山都好 都是在黄太平洋四周 就是最多火山 你看到 红点是最多的 在这边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 大西洋火山带 这边 主要是海底火山比较多 比较大西洋火山 主要是海底火山比较多 因为这里你看 没有什么陆地 它都是在海底下的 所以海底也有火山的 然后这一颗呢 就是地中海 地中海到东非 就刚才讲那个东非大列谷那边 这边是第三大火山带了 所以火山有分为 火火山 就是近期很长 很频繁 很爆发过的火山 代表性有 福利宾 马龙火山 美国 北美的深海鲁石火山 还有印尼 很多火山 还有 这是深海鲁石火山 然后第二种呢 是睡火山 它在睡觉 它很久没有爆发了 但是呢 它会爆发 等 我们等着 几时不晓得 等它睡醒 它想运动的 它就爆发了 比如日本的富士山 富士山 第三呢 就是石火山 就是被人类发现以来呢 它没有爆发了 也很大原因 是因为它里面的岩浆 已经冷却了 因为如果岩浆也冷却了 它没有那个火力了 它碰不了了 它碰不了了 除非它里面的岩浆 火山又开始又热了 那可能会爆发 好 所以三种火山 好 按照火山的分类呢 分为两种 一种叫锥状 OK 锥状呢 就是比较高的火山 你看的高度 比较高的 比较陡峭的 顿状呢 是比较矮的 比较低平的 OK 比较低平的 所以锥状跟顿状 两类 那么 这两种火山 又有什么区别呢 它的特征有什么呢 所以同学们记得 锥状火山 刚刚我讲过 比较高了 波度比较陡峭嘛 一般上呢 它碰出来的岩浆 是酸性的 acidic的 然后呢 它碰发是猛烈的 天崩地裂的 然后呢 波度比较斜 比较倾斜 它的火山 它的岩浆很粘稠 就是很粘 它年性比较大 因为它年性比较大嘛 所以当它碰发的时候呢 它比较粘 它流得比较慢 所以它就慢慢地流 它就慢慢流 它一边流 慢慢慢慢慢慢 那时候它慢慢就 冷却 逐渐冷却 逐渐冷却 然后就慢慢凝固了 所以它流程不严 所以为什么这个火山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OK 那么对于 顿状火山来说 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顿状火山 顿状火山 顿状架 它比较 它是属于 aclide的 基性熔岩 所以这种火山一般的碰发呢 比较安静 它静静地碰 它可能是碰岩浆 它没有说天崩地裂那种的啦 然后呢 它这种火山比较水 它的年性比较弱 就是我们所谓比较水啊 所以呢 它流得很快 因为它比较水嘛 它流得就很快 很快就流 它分得很远 要流得很快嘛 它就流 四星巴方流 水这个山呢 就是比较 看起来呢 很阔 就是顿状的 它方圆很广 很阔 它不会讲很高的 所以这种是水顿状火山 它跟水顿状火山 火山灾害 然后水其他的 相信你们都知道了 但是注意一下 有一个人讲 就是它会 碰发一些二氧化 流二氧化 流酸等等气体了 这些呢 都是水酸性气体 一旦遇到那个 雨水就不好玩了 它已经在酸雨了 它已经在酸雨了 好 这个是火山 火山 OK 这个不管它 好 火山碰发物 好 这边也让你们知道 这个课本里面 没有讲到的了 这个老师 有让我的水 先看一下 所以火山碰发的时候 不止有火山灰 OK 它会碰火山粒 小小的粒石 火山淡 或者火山坏 还有当然 各种各样的气体 看到没有 这些各种各样的气体 这些气体都是属于酸性的 所以遇到雨 它就形成 H1 就下了 酸雨了 这酸雨对我们生物来讲 都是有害 可能都是有害的 当然火山很不好 可是 它也不全然不好 它还有它可爱的一面 那就是提供 肥沃的土壤 所以火山 沿浆冷却以后 就能肥沃的火山土 就比如 利宾的马龙火山 它碰发的时候 每个人都骂它 很不好 可是一到它没有碰发 就很好 为周围的农作物 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OK 还有 像纽西兰那一带 很多的火山 所以那边有 天然资源 地热能 所以纽西兰的冰岛 就是冰岛 它们用地热能来发电 那么要用这种地热能 然后产生 用这个水气 水气就让螺旋转动 带动发电机就发电 所以可以用它们 天然的资源来进行发电 这种我们就不可以 因为我们和巴西亚 没有地热能 所以我们不能用地热能发电 冰岛 纽西兰这些旧 这样的资源 OK 纽西兰地热 还有火山区 当然也就是 旅游区来的 你看这些 对我们来讲 很漂亮 很特别 因为我们没有 所以日本的富士山 像我说讲过 它是一座水火山的 可能这样看起来 是很漂亮的 然后选择喷泉 温泉 还有纽西兰很出名的 罗托鲁 罗托鲁 你看这些火山区 都非常漂亮 都是旅游景点 还有就是火口湖 火山碰发以后 在火山口 它冷却凝固了 变成一个湖泊 它的口凝固 凝固了一个湖泊 然后下语 记者就成呼 比如代表性的有 纽西兰的塔坡湖 印尼的多坝湖 印尼的多坝湖 这个坝 同学们我要先声明一下 我这个坝 你们不要写 不要照着 你们到时候考试 如果记得这个坝 不要学我这个坝 因为我电脑打不出 那个字 其实是一个山 底下是一个合作的河 火山区那边常常会有温泉 温泉里面是很不错 泡泡温泉一下 可以就是有养生 健体的良效 加上火山 印尼这个国家 它很仰赖火山 所以它们有很多 因为印尼特别是刀娃岛 印尼有这么多 它全部是印尼的岛 印尼有这么多的岛 可是大多数的印尼人 都住在Java 为什么呢 因为 虽然这里有很多火山 很危险 可是他们还是喜欢住这边 因为这里 很多肥沃的火山土 所以我们在火山土呢 开辟成什么 稻田 种水稻 开辟里一间一间 这种地田 所以提供它 更多的土地来耕种 然后突然又肥沃 等等 这是好地方了 OK好 所以这个是第五课了 我们接下来看 第六课 第六课 大地的衣裳 河流 这里主要是北美河 密西比河 南美亚马逊 非洲 米罗河 印度的恒河 中国的长江 所以河流每个阶段 我们看这个图就好了 所以记得河流的上游 就是比较高的地方 非常陡峭 一波度很清新 它的流量比较少 然后呢 因为有斜度 冲力大 所以往下冲 是青石为主了 所以长久冲下来呢 是那个V型骨 那么在中间中游呢 就是比较低 然后呢 水量比上有多 流速中中 中等 然后主要是有青石 然后比较下面是堆积了 然后是那个U型骨 比较宽阔了 到了下游呢 就是最低的地方呢 它没有什么波度了 比较逐渐平缓了 这时候下游的流量是最多的 因为呢 很多滋流的水 都流进了主流 OK 流掉了下游的主流 水量是最多的了 那时候海底没有什么冲力了 没有什么波度了 比较平缓了 所以就是流的比较慢了 流的比较慢 水没有冲力 就因此带来了 沙土都堆积起来 对土都流 所以宽广的河谷 好 上游的代表呢 就有峡谷 上游的代表就有峡谷 好 像这种就是峡谷 峡谷是河流的侵蚀作用 侵蚀作用造成的了 极流 OK 这种极流也是河流的侵蚀 也是在上游的 然后瀑布呢 也是在上游 都是河流的侵蚀作用 湖穴 也是河流的上游 OK 也是侵蚀 这种叫湖穴了 然后曲流呢 是在中流 可以接近你下游的地方 曲流就是弯弯曲曲的河流 好 讲到曲流的行程呢 你们就要知道 它河流的曲流的行程是怎样的了 河流曲流的行程是像这样的 OK 我们先看 你看这个弯弯曲曲的 OK 这个是弯弯曲曲的河流 所以这边 OK 你们 好 老师问你们一下 你们回答我 你们看这边 有看到我的猫 指着 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 当这个水从这边 这样过来 假设这边这样过来 所以这边这样过来 这个水是 这边的水是哪一种 是什么作用 它是属于轻时波 还是堆积波 在这边 这边是轻时也是作用 你看这边 它这样 什么答案 直接在插入里面 告诉老师 轻时 OK 对 很好 所以没有错 对 轻时 所以这边是轻时作用 所以这里呢 它就行人 轻时波了 那么对岸呢 就是堆积 所以你们记得 你们就这样认 它的箭头 你看它往哪里冲 那一个方向就是轻时 它的对岸 就是堆积 就是因为不断的轻时堆积 轻时堆积 轻时堆积 随便能不能 河流会越来越弯曲 回来会弯曲 随便能去流了 所以这个要注意 这个 我发现的 也是很常会问 这样的题目 所以这个你们一定要会 还有就是刚才讲的 如果是轻时 的话形成记事波 OK 凹岸 这个要知道 如果是堆积的话 它是冲击波 那个是图案 因为OK 因为就这样变成 那个溪流 溪流之后呢 慢慢演变 那两个呢 如果呢 最后凑在一起的话 OK 两个凑在一起 变成河道又改变了 所以这里就推成 一个新的一个牛耳湖 好了 选择牛耳湖 就变一个牛耳湖 然后呢 河流又自己 形成一个新的柄像了 它又自己在流了 然后这个啊 中游 那么下游就有泛滥平原 有山河口就有 三角洲了 比罗非洲 尼罗河的三角洲 好 记得三角洲 就是在这个河南三角洲 这边呢 OK 然后到海岸地形 海岸地形呢 有这些了 海岸地形 所以记得海岸地形呢 里面呢 要记得就是 海浪侵蚀 海岸地形 因为电脑也是打不出来 所以你们 不要看过这个字 就有写这个字 这个字是错的 注意一下 用你们自己课本里面的字 然后这种叫夹角 夹角长这个样子的 凹进去 就是两个夹角 直接凹进去的 就是海岸 海事牙 OK 这个是海事牙 就是在比较高的悬崖 它是面向海的海湿崖嘛 如果我们就是面向陆地 我们就叫那个我们就叫 普通我们就叫山崖嘛 然后呢底下如果水就冲 就冲它就有海湿洞 真的海湿洞 海湿拱桥就是这样 它是在脚 它本来是夹脚 本来是夹脚 这里呢 是穿的 穿过去以后呢 形成一个桥梁 也叫海湿拱桥 就像我们梅里之前很出名的 杜山海边 他们所谓的像码头一样 可是今天已经没有了 今天你们来梅里看不到了 它已经坍塌了 前年还是去年几时要坍塌了 已经没有了 曾经有过 海湿拱桥如果其中这一边呢 坍塌了 就像那个坍塌了 这些都是属于 海湿地形 海基呢是海纳带来的沙堆积 在前海区形成的地形 沙洲就这样 所以它在前海区那个沙堆 堆堆堆堆到木株水面 沙洲 沙洲 鹿连岛呢是 这边 本来是叫岛屿嘛 本来叫岛 周围是海的岛 可是现在呢 因为这里呢 它长期的堆积变成 露出了沙 有沙出来了 这个沙洲 通往陆地 所以呢 其实这个沙洲 它有名叫陵 就是连岛沙洲 但是不管它 艺术上没有讲 只是这个叫 所以这个改名叫陆连岛 陆连岛这样形成 然后泄湖 泄湖就是这样了 所以泄湖的行程 是因为有沙洲 本来呢 这只是一个可能看起来像海湾之前 可是后来因为这里沙洲形成了 有没有 后来堆积从长长的沙洲 只要一个口 让海水自由进出 所以里面呢 被包围起来了 就形成了 可以作为一个避风港啊 作为港口啊 或者离港的一个泄湖了 好 这个好了 第六块也结束了 如何分清 甲脚跟海湿羊啊 好 好 海湿羊呢 会比较高 海湿羊会比较高 然后呢 甲脚会比较 怎样 我再给你看一个图一下了 甲脚跟海湿羊啊 其实它有差的 甲脚呢 甲脚是这样 它没有脚很高 而且呢 你看它整个是这样 它比较吐出来 你看没有 它整个吐出来 你看 它整个尖尖吐出来 有凹进去 这是甲脚 你看海湿羊 海湿羊就是指这一部分而已 它就是这个 这个羊 它呢通常 它没有说整个这样凹过去的 没有它都是整个这样过来 这样过去 所以甲脚呢 整个它比较长 OK 它会比较长 吐像那个 海 你看它整个长长一样啊 过去 然后进去就是海湾 所以它的 很明显的插表在这边了 好 好 现在我们来看第七课了 好 好 卡斯特地形 也叫融市地形 好 比如说 汇林 我们马来西亚的目路 OK 沙拉的目路 沙拉的尼亚 昨天老师讲那个 你们的 KL那边的那个 黑风洞也算 也算 只是它没有像我们的目路 这么大 这么大型 它们都是属于卡斯特地形 卡斯特地形 是属于这一类的 卡斯特地形 融市地形 一样的 所以主要它会 为什么有这么特别呢 因为它形成中午食 食笋 你看中午食是记得它是从上去上面 往下处的中午食 然后从地上面慢慢堆积而成的 叫石柱 两个长久下来呢 中午食跟石柱合并 跟石笋合并在一起 就形成了石柱了 还有地下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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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看这个图这样 所以这个叫中午食 然后这个叫中午食 这个叫石柱 然后连接起来的话 就是石柱了 就是石柱了 所以地下河流了 接下来呢 干旱地形就是指沙漠了 所以在干旱地形呢 风力作用 对 刚才我讲的 这个融势作用是靠雨水 融势作用 要靠雨水 如果说 它要石灰岩 它必须要石灰岩 加上雨水 它才会有反应 如果它不是石灰岩 然后也没有雨水 你说这个地方 如果是很干旱 没有雨水 没有地下水性下来的话 它也不会有这样的 水这个是属于 一定要有雨水 等下石灰岩 才会有反应 那么 阿卡地形一定是风力 风力侵蚀 跟堆极作用很明显 风力对它有很大的明显 所以主要的沙漠地带 好 所以注意一下 澳洲大沙漠 比较大型的 沙哈拉 阿拉伯 印度塔尔沙漠 然后这个里面呢 都属于温带沙漠 这里面是温带的 然后 然后呢 这个是 北美的沙漠 这个是 阿卡加马沙漠 OK 世界主要的沙漠 然后俊钻石 俊钻石 俊钻石主要是 它是清晨这样的 所以 这个呢 老师主要是告诉你们 这个是 为什么要变成这样 因为岩石 有分软岩和硬岩 所以 风长期的侵蚀下呢 卵岩 就被侵蚀了 你看旁边被破坏 被破坏了 它就生在掉水上面是硬岩 所以呢 它就变成上面 大大绿 以下呢 越来越瘦小 就是这样 所以呢 就是形成了俊钻石了 好 所以这个呢 是小小的 那个 因为上面的沙被吹掉 因为上面的沙被吹掉 剩下小石头而已 结果如果小石头也被吹掉 也被 被青石殆尽 的话 就大大快的 很大原始了 好 绿洲 绿洲就是 当那个 上面的沙被吹掉以后呢 就整个被吹 整个凹下去嘛 形成一个洼地 形成一个 风湿洼地啊 如果风湿洼地 底下有水露出来 它就形成了绿洲了 好 沙丘 这个沙丘是会动的 今天这个沙丘在这边 明天你去看 它未必在这边 可能不懂吹去哪里 不知道 它会动的 好 然后黄土 也在中国 我们也有黄土高原 所以这是那个 细沙堆积的城 现在一个很大片的黄土高原 好 所以这就是黄土高原 ok 接下来呢 就是冰河 冰河地形了 我们主要是 你们主要是 冰河青石 不要青石了 好 水冰河 好 冰河青石 你们有读到的是 这个啊 刃鸡 刃鸡 刃鸡这个有没有 看起来尖尖的 风力的方法 因为冰河一直往 两旁往下滑 长期的青石 它变成好像看起来很 风力的刃鸡 刃鸡 什么尖尖的 因为 左位的 四面八方的冰河 往下滑 也是往下模式 青石过后呢 上面就尖尖了 脚缝咯 旋骨咯 瀑布咯 这些都是冰河地形 右行骨 也是 冰河是往下滑 就是往下滑 然后变成一个右行骨了 好 好 好 很快 我们来看第八课 OK 等下 我看这里很多问题 是吗 如果可以在海湾建设码头吗 海湾建设码头 可以啊 海湾 如果海湾 海湾 OK 如果小型的 可以啊 海湾可以当港口用吗 可以 沙哈拉 OK 这个沙哈拉 你们看课本一下 你们看你们的课本 我讲过那些字 有时候你们看课本一下 如果考试问圆末的行程过程 需要把立末的 可以啊 就是你简单的介绍 如果他问起的话 因为 他一定是 一层一层嘛 把沙先吹掉 然后呢 过后 历史也被吹掉了 才形成烟祸 冰斗是冰河的起点吗 冰斗是冰河形成的 冰斗是冰河形成的 因为冰河 一直往下滑一个地方 把那个地方滑成一个凹 凹出的 好像一个凹去的地方 然后形成了冰斗 OK 好我们继续看 地板 好 好 长江 所以讲到这个长江呢 他分为上游 中游跟下游 他的界线呢 就是这样 你们记得一下 上游跟中游界线是余叉 中游跟下游的界线是湖口 好 所以余叉湖口作为 上中下游的分界 上游的水力很强 主要是那边建有三小大坝 OK建有三小大坝 然后就三小大坝 OK 中游呢 主要就是耕种的 因为呢 开始堆极作用了 突然 突然都比较肥沃了 一般上中游呢 然后冲力也没有那么大 都是堆极作用 所以堆极肥沃 主要是耕种为主了 然后到下游呢 就是因为已经没有什么 那个波度了 然后水比较平缓了 然后呢 航运也比较适合航运了 主要是内核航道了 内核航道 然后呢 这里河口有个 参加三小舟 那就是上海 那边所带的位置了 好 所以这课也是很简单的 讲 诶 我没有学到 OK OK 我没有学到啊 等一下 现在有了吗 OK 我们再看回去一下了 好 所以这个 我刚才讲到哪里了 长江 长江的位置 所以它的最广 最大的了 然后呢 用途非常广 环境水道 发电 发电 航运 灌溉 旅游等功能 所以 它经过 十一个 中国十一个省份 所以地长河 谁刚才讲过 你们重点呢 就是要注意就是 它 上游跟中游的分界 是宜昌 看到吗 这边 然后中游跟上游的分界呢 就是湖口啊 当然它都河口 有上海 上海就在这个位置 好 上游呢 因为水的充力够大嘛 所以呢 可以用它来 他们就在那边建三峡大巴了 巴电啊 航运啊 矿盖等等 都在那边 然后中游呢 中游这边 中游主要是 开始有地体作用了 因为它的波动 没有那么轻视 它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 倾斜 所以主要是 对地作用为主 所以这里一般上 都找到来 耕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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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滴章啊 耕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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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 下游呢 我就开始作为 内核航道 很多船只要跟充口 都在那 都在那一代 就在那一代了 所以这里有河口 对机成了 岚江三角洲 只得 这些的 主要城市 上海的地方 都在这一区 所以人口 投密区 工业交通 都非常的发达 核心发展 地区的 好 因为我看到里面有东西 问的问题是吗 有啊 上海就在参加三小周里面 好 我们再看第九 科 第九第十课我一次播讲 第九第十课我一次讲 因为这两个是有关联的 好 有吗 我有学到吗 有吗 OK 好 第九课 我们先看讲到纬度 那个纬度 我昨天在 第一课 第一本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因为太阳光的紫色的关系了 所以紫色呢 就很热 所以如果是斜色的话 就是 就是比较 是水问带的了 所以讲到纬度呢 所以就看你的国家纬度在 如果是低纬度就是很炎热 我们热带咯 如果是中纬度高纬度呢 就所谓的 温带或者是 温带 或者是寒带 就这样 所以低纬度是热带 高纬度是温带或者是寒带 然后地形当然越高就越冷 如果是计算体的话 你记得每升高1000 要减6度 比如说0m 25度 你上升你不过你现在爬上 爬到1000m的话 你到了3点 你会感觉到只剩下19度 因为他减了6度 每升高1000 降温6度了 然后昨天我也跟你们讲过 向风波 一个向海的地方呢 就会多雨了 背风波 山的背面 那个就是干燥少雨了 然后聚海眼镜了 像广州和乌鲁木齐相比 广州靠海 所以雨水非常丰富 那乌鲁木齐呢 就比较偏远了 所以内陆雨量有 倒是没有那么多 可能生长草原比较多 好风向 看你风怎样吹 如果风从海去到陆地 它就带来很多多水气 那么这里就会下大雨 甚至严重化 像门迦拉 常在犯的水患 反过来如果你风呢 从陆地把它吹到海洋去 陆地上好不容易有些水气 现在风把它带走了 本来要下雨的风一吹 把云朵带走了 结果呢水气带到海上下雨了 你陆地呢就很干燥 就没有雨了 因为潮湿的风被吹走了 然后呢就是来到阳流 OK到阳流了 所以看你是寒流还是暖流 如果是寒流来的话 很冷 那地方本来已经是冷了 一般是寒暖 寒暖流只在温带国家会有 我们都在国家不一 这个国家本来已经是属于温带 冬天已经很冷了 寒流再来冷散加冷 如果相反的这个国家本来是温带 本来是温带的 冬天很冷了 可是寒流一来 它就很好了 因为它本来很冷嘛 暖流一来的话 暖和了 调节了它气温暖和了 它就变成没有那么冷 甚至还会 可能还会下一些雨 好 所以这个比如像日本 日本就很特别 在日本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日本呢这个国家就有 寒暖流教会 所以上面呢 北极来留下来的 寒暖流 就从四到三七的 寒暖流教会处 所以日本呢 周围呢是一个 天然大渔场 就是因为它的寒暖流 在这里教会 然后写着一个天然大渔场 当然它的气温在这里 也很温和 也很OK的了 好 像这个例子 你们书上就有这个例子了 冬天的时候 海盛围很冷 结冰了 为什么冬天的伦敦 你看 有冰了 有冰雪 可是为什么这个海面 还是OK的呢 因为伦敦在冬天 然后受到了 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 OK 轮动受到北大西洋暖流 一来 它调节了它的温度 它没有这么冷 至少它是水贵结冰 它虽然 周围空气可能是冷 但是至少水贵结冰 不像海盛围 冷到都风冻了 都结冰了 好 接下来呢 是这个热带温带 我讲过了 OK 然后呢 讲到热带 讲到热带 大家这个注意一下了 这种图你们要会看 这个叫气候图 你们要会看 所以我教你们讲看 如果是热带的话 你们看它的平均温度 你看 你们看这个等温线 你们找到平均的 二十多度左右都是热带 你看都是二十多 二十多 二十多 看到没有 都是二十多 都叫热带 然后再来你看雨量 你们就记得 热带有三种 一种呢 是我们这边 每个月都下雨了 那个都是赤道景气候 另外一种呢 是 日本两种其实都一样 年尾跟年头 没有什么雨 年中会有雨 可是问题是 差别是 一种年中雨量 比较多的 那个就是属于 热带季风气候 就是泰国 印度 越南 缅甸 这些地方 就是这些地方了 另外一种呢 它也是年中下雨 可是雨量比较少 你看要跟它比较少 而且这种叫做热带草原 非洲的热带草原 然后这是热带 所以它的景观 所以热带的景观 它自然景观 有我们这边热带雨林 热带国家热带雨林 所以这个有亚马逊平原 A的亚马逊 就干干果很低 我们的马来群岛了 我们的雨量很集中 很分配 均匀就是了 东欧有什么 还有就是热带雨林 昨天我们讲过了 因为我们有树冠层 我们的树干 体质高大 我们有树冠层等等这些 就是跟昨天讲的一样 好 季风林就是这个 刚才说的 中印半岛 印度半岛 中印半岛 就是泰国 越南影殿这些地方 还有这是菲律宾 跟中国的海南岛 这些是属于热带季风 所以它一年中有干四两季 你看到吗这边 干 干击 四季 这样干四两季 还有呢 在干季 这种森林很特别 在干季它会落叶 因为干季没什么雨水 它为了避免蒸发 水分蒸发 叶子会落叶 到了第二天 第二年 雨季来临的时候 它又会长出新叶了 一般上呢 它是生产油木 很出名的油木 就在那边 然后这是热带季风林 第三种热带草原 比如非洲的热带草原 巴西高原 澳洲北部的热带草原 这些了 所以它有雨 可是雨呢比较少 七百五到一千左右 它也是有干四两季的 好 水热的草原 就是我们每次看 动物片 National Geographic 动物片 这些动物了 看过去呢 树真的是很少 它的干净呢 它的草是有黄色的 雨季呢 草是青色的 好 温带 同样你看气候图表 你们找到的 Average 中间十多 你看都是十多 十多 十多 水就是温带了 所以然后温带有四种 OK 例如呢 你看紫色的 这个叫温带季风 就是朝鲜 韩国 中国 OK 中国 中国比较 中国比较北的地方 水是温带季风 季后了 所以下 热 冬冷 温差 看到没有 最高跟最低 温度差别很大 第二种呢 是绿色的 这个就是欧洲一带 英国 法国 荷兰这些地方 温度很兴趣 这个就不错 你看它呢 冬天呢 OK 它夏天凉酸 冬天暖和 OK 刚刚老师讲 为什么冬天暖和 刚刚我们前面来讲 就是因为有 北大西洋暖流 OK 有北大西洋暖流过来 所以它冬天没有很冷 它暖和了 所以你看 温差就比较少 看到没有 它跟这个比它的 最高跟最低呢 就差别比较少 所以叫 冬天暖差小 所以它都会下雨 即使冬天它都会下雨 然后黄色这个是 偏偏比较内陆的 所以这个叫 温带大陆气候 温带大陆气候了 所以这个是 夏天热 冬天冷 温差就很大了 冷热差别很大 主要在夏天 这样有了 最后呢 地中海周围 这一带 看到没有 这个叫地中海型气候 所以这个是 这个气候是最特别的 夏天 不下雨 冷天 冬天它来下雨 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 你看到没有 很热 你看雨水很少 很冷 雨水就很多 所以最特别的 这个是地中海星气候 所以这是属于温带的 温带的特别 温带当中最特别的 所以它的景观带呢 就有三种 一种就是在地中海 都为的 光木林 就它的树木 然后这种光木林 雨量是比较少 500到800 雨量 树没有很多 代表性是这些了 橄榄 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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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避免蒸发 叶子有辣 厚皮 生根 小叶 这些了 第二种呢 就是在这边 中国那边 欧洲那一家 温带落叶 温带落叶 有四季的了 这些了 工业 松树 等等这些 然后还有草原呢 温带 一个大陆性气候 草原 草原呢 雨量比较少 所以呢 没有什么树 都是长草为主的了 以草类为主 在夏季 这样呢 所以草原上的动物 最后呢 南北极了 就是冷的 讲到草带呢 有三种景观 一个是曾夜灵 曾夜灵在这边 在加拿大北部 俄罗斯北部了 曾夜灵 它是树种当初 抗越整片曾夜灵一样 一整天就是绿色了 然后有树冠成天塔端 松树 松树 山树 东屋 台园呢 是在曾夜灵 更北了 更冷了 所以没有什么树了 生长第一台蜆类 就在夏天 比较开始热 找第一台蜆 冬天当然没有了 所以他们的动物 冰岩 当然什么都没有了 都是结冰的 OK 都是冰 然后干旱呢 就是沙漠 热带沙漠 或者温带沙漠 所以你看 温带沙漠出现在 这两条线 北红归线 跟南红归线 两旁 就是热带沙漠 黄色的了 那么温带沙漠 那是巧克力色的 它是在大陆的中间 因为它里面了 风吹不进去 长年下来呢 形成了温带沙漠 来看看温带沙漠 所以他们 特别是这个温差 特别大 好 这是沙漠的景观 沙漠呢 就是那些棕里植物 仙人掌 代表性动物 就是骆驼 绿洲里植物 这个我们不管 高山曲子变化 昨天我也提过了 不同的高度 生长着不同的植物 然后热带 慢慢越来高温带 然后进入更高 就缓带 然后到了森林线 这个3000米的 就森林线 超过森林线呢 不长树了 就长草 我们的高山木槽 然后呢 到了5000 就开始进入雪线 雪线以上呢 没有植物了 一般呢 可能更冷了 都是冰雪覆盖 或者不然就是原始 这样而已 好 所以这几个动物 如果安地斯山脉呢 安地斯山脉就生长着 这个桃羊 洛马跟桃羊 安地斯山脉 喜马拉雅山脉呢 生长着这个茅牛 这个茅牛 这是山羊 给它的作用 OK 好 这个我们不管它了 好 我们现在看第十课 第十一课 第十课讲了 我们进入第十一课 我们进入第十课 第十一课也是很短 我们很快看过一下了 只讲到热带雨林跟温带草原而已 所以首先他讲热带雨林的开发了 所以就要有伐木活动 所以我们要木材 因为人们已经都有进行的树木了 他们有他们的利用价值 所以我们为了伐木 然后呢为了进行农业活动 要跟踪啊 比如像马来介 我们要种牛钟 香蕉啊 可可啊 等等这些胡椒啊 特别是牵引农业 牵引农业呢 对耕地的破坏性非常地大 因为很浪费资源 OK 刚才讲到 我们为了种这些 就开发森林了 或者我们养动物啊 OK 也会开发一些森林 所以就砍掉了很多树木 另外呢 采矿啊 工业啊 我们的发展啊 盖工厂啊 做马路啊等等 这些都加速了雨林的开发了 所以雨林的开发 当然当然不准的灭绝 然后突然严重的侵蚀 然后呢 生态系统暖化 就好像这个森林 我们的肺 这个森林就好比我们的肺 我们的肺已经被破坏掉了 四分之一怎么办呢 惨了 所以我们呢 我们的大自然呢 我们的温度啦 我们的一些生态呢 都受到影响了 还有暖化了 OK 因为森林被破坏了 二氧王炭就越来越多了 所以呢 那个困热能力就越来越强了 所以我们地球潮在那边 慢慢下一个Overn了 所以呢 就暖化了 OK 最好 温带草原呢 就是早期呢 都是这样 很好的 现在已经发展成为 主要周围畜牧 OK 比如是澳洲 很多牧场 养牛羊等等这些的了 像那个加拿大 美国这边呢 主要就来耕种 种小麦 大麦 燕麦 小麦等等 所以很多温度草原 已经被开辟了 所以已经破坏了 原本的那个样貌了 所以带来的问题就是 很多的被开发了 影响了草原生态 然后呢 温度国家本来就缺少雨水 可是为了耕种 他们要不断地拿水 从而你拿呢 地下水咯 地下拼命操 拼命操 所以地下水呢 就完蛋了 就孤节了 然后呢 过度放牧 地没有这么大 土壤没有这么适合 他就拼命跟踪 拼命迅沫了 所以造成呢 你看土地都被破坏掉了 如果呢 过度的放牧 或者跟踪 就把整块地呢 给破坏到 非常荒漠 更糟糕 好 OK 好了 我们看 图乐 图乐属于寒冷的 图乐是寒冷 冰天雪地的 好 我们再看最后一刻了 这里有五个五个地方 我们要注意一下了 第一个呢 是讲泰国 出产稻米 泰国梅南河三角洲 出产水稻 OK 出产水稻了 在梅南河三角洲一代了 所以它的条件 雨量有至少2000 温度气温20度以上 可以冲击土 好 所以呢 泰国呢 一年可以种两次到三次 大米 是东南亚的米苍 所以水稻根 另外一个呢 是种子温带蔬菜水果的 哪里呢 波和平原 意大利的 波和平原 这边 意大利的波和平原 随便讲 意大利是属于那个地中海型 所以它们很特别 它们是冬天耕种 夏天去木 所以呢 夏天呢 它们种木草来养殖动物 它们冬天开始种些东西了 所以在这个 这个波和平原 注意一下 它们是进行混合农业 什么叫混合呢 就是有种 也有养 种跟养一起 这叫混合农业 这是在意大利的波和平原 然后这里 美国跟法国南部 美国是California 法国南部呢 它们主要进行原意农业 就是在城市 什么叫原意农业 就叫城市 附近找一块地 来耕种 种植一些附近城市居民 所要用的东西 能够吃用的东西 学叫原意农业 早期是种小麦 可是现在他们已经不种小麦了 这两个地方种植一些的 蔬菜啦 花卉啦 水果啊 等等这些了 专业化的生产 然后呢 白雪AI的这里 我们讲的格里兰岛 格里兰岛 一纽特人 一纽特人 他们冬天打猎 冬天打猎 然后呢 夏天捕鱼 夏天捕鱼 这样的工具 在夏天呢 雪橇 冬天住在冰屋里面 冬天住冰屋里面 然后冬天呢 用雪橇 然后冬天呢 他们就捕鱼 然后夏天呢 就 用皮法艇 给他们做一些工具 然后夏天 他们就是夏天 住在那个 动物皮 做成的帐篷里面 这个是他们的帐篷 所以你们大概注意到 他们冬天的活动 是这些 就是夏天的活动 这个是夏天的活动 接下来呢 就是夏沙漠 印度的塔尔沙漠 这边 印度的塔尔沙漠 他们是游牧民族了 饰养牛羊马骆驼 这些 然后呢 骆驼对他们讲 很重要 这是他们的家 看到没有 坐在帐篷里面 多的骆驼的毛 法跟皮 做帐篷 多的衣物 等等 这些 就在沙漠地方 可以跟踪了 所以不过 现在的 那个沙漠的 一些居民 也比较好了 因为有水利灌溉 他们可以做一些棉花 做一些椰枣 可以拿来卖 他们开始有一些 经济能力 也比较好 做一些瓜果 最后 尼泊尔 尼泊尔在 喜马拉雅 三大一山 的一个 三帝国 尼泊尔 所以他们住着 雪巴人 他们的人 总是雪巴人 尼泊尔 雪巴人 所以雪巴人 一般上呢 他们可以进行 农业跟虚母业 他们是这样 在1500米以下 比较偏 偏辣的地方呢 就种植 因为比较属于温带 就种植了 做一些的玉米 稻米 水果等等 这些 比较低下的 那么呢 在比较高的山上呢 他们就蓄木 OK 比较高山上 他们就蓄木了 在比较高 就蓄木 就是养 他们有养牦牛 粘牙 山羊等等 蓄木 然后他们进行 山木祭雨 什么叫山木祭雨呢 就是 春夏开始 把牛羊赶上山 赶牛羊赶上山去放牧 养牧吃草 等会端到差不多 秋天晚了 冬天要来这些 然后就把牛羊 全部赶下山 赶回来 赶回去他们的农场 他们的羊圈 牛圈里面 关起来 外面下雪了 所以把牛羊 关在里面 等到第二年 春下来 又赶上山 所以这种叫山木祭雨 一般上这个是在 高山必须才有的了 当然雪霸人 现在生活方式也改变了 他们不只是在 做这些了 他们也做了 登风祥导 就带领游客 登风 登朱末朗玛峰 很多雪霸人 就是他们的part time 改变了我们生活方式 ok 好 所以 我老师把初二的 大概跟你们讲解完遍了 好雪霸人 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来看看一下 不要讲 我们看一些练习 有些练习 OK 有看到题目吗 同学们 有吗 有看到题目吗 有吗 有看到吗 OK 好 来 我们就一起很快的来来来看看 好 第一题你们觉得什么答案 所以你们告诉老师什么答案 D哈 OK 好 对了 所以 第一题的答案是 我刚才有其他答案吗 Eat Boil 有 Boil 有 Dog 好 我们来看 气温降与季节变化 就是刚才我跟你们讲的 那个气候变化最大是哪一个 就是它的最高跟最低温度 变化最大是哪一个 气温降与变化最大是哪一个 所以答案是 我看什么答案 D哈 D吧 OK 没有错 好 答案是 Dog 大陆性气候啊 温度是变化最大的 这里温度变化最小呢 是属于 OK 温带海洋性是蛮小的了 总是最大的是大陆性 所以第一题答案是 Dog 好 第二题 什么答案 哪一个属于温带沙漠气候 温带沙漠 是哪一个 D哈 OK 好 D 好 第二题是D了 因为它是在内陆 第三 欧洲跟美洲之间隔着什么洋 非洲跟大洋洲之间隔着什么洋 所以如果顺中题目的话 你们就很清楚那些海洋在哪里了 所以是什么 第三题 B哈 OK 好 B 对 那么第四题呢 相同纬度的海洋和陆地气温并不一样 这是因为什么呢 第四题 陆地不吸热 海洋有海风 答案是C OK 答案是C 陆地比海洋吸热快 放热也快 OK C哈 好 第五题 你们看一下什么答案 有鸡 有菌钻石啦 有中理科植物啦 有沙丘 OK 有人面食生下 底呢 四季如下 银量分配均匀 全球物种最丰富 所以 到底这两个国家分别是指什么呢 第五题 所以同学有B 有C哈 答案是 B哈 OK 所以 答案呢 这题答案是Boy 埃及 所以第一呢 是属于那种非洲那种地方 那种沙漠地方 所以埃及 埃及有沙漠 然后呢 这是英语我们这边 所以第五题是Boy 好 第六题 什么因素造成 甲地久少数的中理科植物 为什么啊 为什么甲地久少数的中理科植物 第六题是什么 A哈 OK 第六 个月雨量很少 因为少雨 是什么 好 第七 造成人面食生象严重损缺的原因 何在 什么作用 什么作用造成的 好 这个很容易 所以答案都是C 对 没有错 好 第八题呢 有关于乙地气候的推测 哪一个是正确的 乙是属于我们这边嘛 这种气候的 OK 我们这种气候 所以第八题是什么 答案 C哈 OK 对 好 第九题呢 第九题 这样看到吗 第九题什么答案 你们都是给我C哈 第九题的答案是 还有什么答案 OK 第九题我看一下哈 第九题我要告诉你们答案是 是哪一个啊 甲乙两地 该讲是沙漠哈 好 讲是沙漠 答案 会是 答案是Dock OK 答案是Dock 所以第九题的答案是Dock 可是我看同学们都没有人给我Dock 有吗 有Dock吗 哦 有一个Dock OK 答案是Dock 好 第十题呢 十跟十一 十跟十一 你们看一下 直接告诉老师 十跟十一 什么答案 十跟十一 十跟十一 好 十跟十一的答案呢 第十是B哈 这个是B 十是B 然后呢 哎 那么这个图这样的 OK 这个这个这个十一有问题 对咯这么 好 这个这个主要是海路哈 这个本来我要讲这个是靠海 一个是远离海洋 本来是海路 它吐露到这样 OK 好 我们讲第十二题也是不同的 这个 都吐露到很奇怪 好我们看最后一个了 十三题 地图五中阴影部分 亚洲序幕之一 它主要这是哪一种序幕类型 这是出山的 这是哪一种的序幕类型 十三题什么答案 答案是C OK 放牧 然后答案是放牧 所以如果像这种题目 那个同学们 你们就要去记一下了哈 那些的 他们是什么类型 这个你们要去记 因为它的内陆嘛 它的内陆 然后呢一般上呢都是 放牧比较多嘛 OK 好了 今天时间 就到这里了 因为时间也有限了 我们也不能再继续看了哈 好 今天这两天的 复习课呢 老师都希望你们 过多或少都有复习到 有帮助你们复习到一点哈 好 同学们 为了 将来那个 在过年尾的同好 你们大家加油吧 好 谢谢你们了 好我们到这里